一个多月前在新加坡动物园诞生的白犀牛宝宝起名戴利亚 在非洲斯瓦西里语中是温柔的意思 专家说让小犀牛早点开始习惯自己名字的发音并做出反应 新加坡动物园的参观时间还没开始 小戴利亚已经起床 享受饲养员为她刷背 刷背不只可以让戴利亚更习惯和人类接触 也可以和饲养员建立信任 四样员也会观察戴利亚的体力 粪便 以及对自己名字的反应来判断她的健康情况和心情 戴利亚是在新加坡动物园出生的第二十四头犀牛 它已经开始进入园区 并逐步和其他犀牛接触 犀牛宝宝在出生一个月后 体重就会翻倍 如今已有100多公斤重